然后下一句话简单 She heard the front door open And heavy footsteps in the hall 她听到这个大门open 这是用动词原形 她是跟前面的hear搭配 Here is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to do 盯到大门蹦开了 然后heavy footsteps 腿是脚步了 沉重的脚步声动动动 在哪里 在门厅里边传来了脚步声 人进来了呗 我们刚刚讲过这个 不是大厅 而是衣帽厅 门厅 刚刚进屋的时候 那个什么拖鞋 什么挂那个衣服 挂那个皮包的地方 咚咚咚咚 这是地板地 看来 咚咚咚 有这个脚步声 他本来以为这个人直奔厨房去 结果没想到奔着厨仓室来了 Suddenly the door of the throne was opened And a man entered 突然之间厨仓室的门被打开了 想到被打开 用be opened的 然后一个门 这一个并不是门 一个男人 推门进来了 哎呀 李查兹太太这下明白了 Mrs. Richards realized that it must be the man from the electricity board who had come to read the meter 李查兹夫人 明白了 这肯定是来自于电力局的这个人 到这来查电表来了 因为这电表可能在这楼梯下的储仓室里边 不是面包室 误会了 这句话是个重点句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句的主干结构 只有这三个字 Mr. Richards realized 李查兹夫人明白了 然后意识到了 从那开始意识到句末 这整个长长的是一个门律从句 明白什么呢 It must be the man from the electricity board 这肯定是来自于电力局的这个人 什么人呢 who had come to read the meter 是牵套在门律从句里的一个定义从句 来修饰前面这个man这个人 是什么 来查电表来了 我们讲过 查表用read the meter 那本文中英诗评写 美试就meter都行 来查表来了 不是我们讲过 不能用check read 读电表来了 这个句中 我们首先注意到 李查兹太太突然间明白了 哎呀 不是那个送面包的张大哥 是电力局的李大哥 他送这个并不是送面包的 查电表来了 突然间明白了 也就是突然间想到了这个事情 某人想到了某事 咱们在这个前面残抄见美组 咱们讲过 这个事你想到过吗 跟发生过还做个辩析 发生可以用something happened to somebody 但如果something occur to somebody 就会发现某人想到某事了 something occur to somebody 但这个时候人要放到后面去 这个事放到前面就好了 如果这事很复杂呢 干脆用形式主义 it occur to somebody 后面加主义重聚就行了 但是某人想到某事有很多表达 除了accure to somebody 还可以表示something strike somebody 这几个总结到一块 因为它都是事情做主语 人做比语 事情复杂都可以用it 后面加加主义重聚都可以 用strike 一般过去的是struck 还用什么呢 something dawn on somebody 也是表示某人想到某事 但是中文中用人做主语 英语中都是事情 在这这几个搭配都是事情做主语 dawn是什么意思呢 dawn板山表示名词是 凌晨浮晓鱼肚白的时候 做动词就是天亮了 对这个人来说天亮了 刚才大脑一片漆黑 突然间阳光出来 哎呀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天亮了 明白了呗 非常好奇 非常好奇 咱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咱们先看新概念第二册 第46课 既昂贵又受罪 这颗书 新概念二册 第46课 许个二册的同学可能觉得亲切 这句话说 It sadly occurred to one of the workers to open up the box 一个工人突然间想到 咱们箱子打开看看 里面是什么东西 怎么这么沉呢 结果里面藏着一个人 这个情节可怕记得 但注意 有一个工人突然间想到 在这里面是用 It这个事儿 突然间发生到了 这工人头上 但是是工人想到了 这前面是行政主语 真正主语是后面 to do 打开箱子 这个事儿 是他想到的事儿 这个 occurred to somebody 是某人想到 这个用的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It sadly struck me how we could improve the situation 我突然间想到了 如何来改善当前这个局势 一开始都不知道怎么办 突然间灵感来了 你看 It sadly struck me 就来自动词strike 一般过的事儿 我突然间想到了 如何改善这个局势 这个struck用的好 恰如其分用的好 这个donut 三册中也出现了 你看这是应有尽有啊 37课 请看 170页第15行 到第16行 37课 170页第15到16行 他说 It suddenly dawned on me that this express was not rolling down the line at 90 miles an hour but barely chugging along at 30 中文还得用我做主语 我突然间想到 这个it是行政主语 真正主语是后门大 引导的主语从具 想到什么事儿呢 就这辆express快车了 这个快车并没有按照 每小时90亿的时速呼啸而下 大家还记得 roll down the arcade 沿着拱廊街呼啸而下 roll是汽车马达轰轰的声音 轰轰轰轰 对不对 而怎么样 而仅仅用几乎 都不到30英里的速度 吭吱吱吭吱吱 在缓慢的前进 这不是快车 这是一辆慢车 突然间明白这个事儿了 你看 it suddenly dawned on me nat 这个也可以 也可以 那本文中带进去呢 本文中这个替换就很简单了 it suddenly occurred to miss Richard Nat 他突然间想到这个人是谁 或者说 it suddenly struck miss Richard Nat 或者it suddenly dawned on miss Richard Nat 这些这个结构我们都见过之后就都可以用了 你看某人想到某事 咱们以后写作中也不一定非用这个人作主义 后面加什么realize什么think等等等等 我们用这些表达更赋予变化 句实更赋予变化 见过之后都可以放下用 好句实 好句实 好了 李察子说 这个must be the man肯定是这个人 这里用的must加动词原型 因为这个事情是同时发生的 并不是对过去的推测 当时正在进来这个人是谁 同时的推测 from the electricity board 来自于电力局的这个人 注意这个里面强调从那来的 咱们用from the man from the electricity 电力局的人 但是从那个地方来的 咱们用from 你不幸看在第一课里也出现了 14页第四行 14页第四行 experts from the zoo 从动员来的人 动员的专家 她强调从那来的 这次用from 这这次讨厌 还有我们看这个 在某个单位工作的人 强调在某家单位工作 我们看这个38页最后一行 a spokeswoman for the bank 在银行工作的一位女凡人 她不是强调从那来的 而是在这工作 如果要是什么什么 某个地方的编辑 这个地方是用off 你看又不一样了 强调她没有说具体在某家公司工作 就是什么什么的编辑 报纸杂志的编辑 你看30页第1行 30页第1行 editors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她既不强调从那个地方来的 也不是强调在具体某家报社 就是报纸杂志的编辑 用的是editors of 这这次是有讲究的 本文中是从那地方来的from 另外注意的electricity board electricity就是电就好了 这个board就是某个组织了 某个局 布局处合那个局 电力局叫electricity board 同样的 the water board 水利局 the gas board 煤气局 这都行 但是board在公司中意思特别重要 在公司专门表示董事局或董事会 写全了 叫the board of directors 叫董事局 这个director在这不是导演 而是董事 当然并不是 哎呀小孩真懂事 那个董事 就是这个董事局的成员 这个董事 这个如果表示他是董事局的成员 he's on the board 或者he's a board member 就好了 he's on the board 或he's a board member 这board才是董事会 董事局 另外注意这个the不要去掉 如果用he's on board 那be on board表示在船上 在飞机上 在车上了 on the board 表示董事局成员 就好了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 我们说他肯定是来自于电力局的 来干嘛呢 加定语从去 who had come to read meter 来查电表来了 read meter 叫查表 这当然是可以的 meter咱们这用的是美式品写 那么查表也能用这个表达 take meter reading 来拿走表的读数 这也是查表的意思 这个reading 在这是这个仪器仪表 那个仪表盘上的读数 叫reading 这个叫reading 拿走表的读数 意思一样 在这也是这个查表 查电表这个意思 注意这个read的这个翻译 在这咱们翻译成查表 在英语中是读表 好多read在中文中翻译是不一样的 于这是语言习惯 你看read music 是什么意思 不是读音乐 咱们中文翻译成 he can read music 他识谱 他能识五线谱 这识谱 他叫能读音乐 read one's mind 叫看透了某人的心思 you can read my mind 是读某人的心思 咱们叫看透某人的心思 这个翻译不一样 再比如说read one's palm 咱们叫看手下 这palm是手掌的意思 他能把手里面的信息读出来 看手下 查表 食谱 看透心思 其实在英语中都用read 这个可以同时记住 然后看下一句话 she tried to explain the situation saying it's only me but it was too late 这个李察兹夫人试图解释一下当时的情况 说是我吗 李大哥别害怕 我是你张大妹子 我并不是鬼 你别害怕 我不咬你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完了 已经完了 他试图解释这个情况 并且在说是我别害怕 你看这句话 英语中前面用的tried to do 后面用saying 用了废位动词 但这句话同学们自己写的话 搞不好写成这样 she tried to explain the situation 本文中用的是saying 用的好 为什么呢 saying在这儿是一个废位动词 在这儿可以看作一个伴随状语 他试图解释当中的情况 同时他说了 是我别害怕 but转折之后说it was too late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 注意saying 做的前半句 因为but是转折 是表示转折过的并列连词 前半句tried to do的一个伴随状语 那么用伴随状语 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他突出tried to do 这个动作是重要的 而saying是次要的 他试图解释当中的情况 然后说是我别害怕 tried to do是重要的 突出了这个动作状语 因为中心动作可以放在主句位动词 次要动作把它状语化 边缘化 就是这么一个 很多同学自己写 搞不好写成这样 she tried to explain the situation and said it's only me 他试图解释当中的情况 并且说是我别害怕 这个语法当然是正确 语法绝对正确 但是这么说的话 tried to do跟sayed 这两个动作就一样重要的 就不知道你要突出 哪个动作重要性了 注意 这个英语中和汉语是不一样的 咱们说过 英语像大树 它是分叉的 分从句再套 从句再套非位语 再套什么独立主文 但英语中是主节 一节一节一节 所以中国同学受到中文影响 往往形容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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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构 这个我们再上点术语吧 汉语 它有个特征叫paratexis 什么意思呢 它是个平行语 平行语连动句 动词之间没有轻重缓急的区别 都是逗号 逗号 接了门了 脱了鞋了 洗 洗把脸 去睡觉了 我们看不出哪个动作重要 英语不一样 英语特征的hypotaxis 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层次语 突出中心动词 它把次要动作可以壮语化 就变成壮语从句 非位动词 读了主文 而中心的动词 往往放在主句的位语动词里面 所以看老外写的句子 等着我们看 这个结构敬畏分明 是一层一层一层 看得特别清晰 你看这中国人特别喜欢听评书 为什么呢 光看自己文字 也觉得干不辞了的 有前辈说过 英语是三维的 是一层一层一层 层次很分明 汉语是二维平面的 所有动作在一个平面上 看不出高低了 所以我们喜欢听评书 评书呢 这个说评书人一说 那个有时声音大 有时声音小 语时有时语速特别快 有时语速特别慢 有时都连在一块 有时候还有中断 这么一听就好玩了 所以老外不用听评书 他的文字本身 本身就是层次分明的句子 你听评书一听 这人一说话 这位大英雄熟悉道路 只听康昌一声 红光崩茜 要问此人生死如何 是明天再讲 这咱们听的好玩 英语不用这么说 英语是有层次感的 当然在本文中 咱们突出这个try to do 把它当作微动词 后面把那个saying 当作伴随状语 那我们练一练把它翻过来 咱们突出 试图解释当时的情况 它说是我别害怕 我们突出这个说 怎么办 那就把后面那个say 变成she said 前面那个tried 变成trying不就好了吗 是不是可以变成trying to explain a situation she said it's only me 那么trying to do 在这变成了状语 而she said 这个说就更加突出 这个说的重要性 咱们做术后题 请看65页第七题 快些 65页的第七题 咱们看这句话 65页第七题 trying to explain the situation she is什么 it's only me 你个选哪个呢 she said 他说 注意a she was saying是不对的 原文中的saying 不是进行时 是非为动词 这不是正在说 就是说 所以a排除了 选b she had said 原文中没有强调 它先发声 不不能用head said has been saying 用完成经时 持续动作 一直到某时候 更不可能了 选b是正确的 但是只不过 这个句子侧重点 跟文章就略有偏移了 文章中突出 那个try这个动作 这里突出say这个动作 就好了 哎呀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咱们看这句话 如何突出它的重点 这个句子有毛病 为什么呢 就是它是一个 连续使用动词 都并列 你看这句话 是有毛病 he looked at his watch and saw that it was one o'clock but the bell struck thirteen times and then it stopped 你看都是并列 并列 并列 他看了看表 然后看到呢 现在是一点钟 但是这大钟 敲了十三下之后 然后大钟停了 大家还记得 这个情节出现在 在心肯定三次的第二课 十三等于一 你看看表 看到是并列的 然后大钟敲是这样 大钟停了 都是并列的 但是这不知道 哪个动作重要的 咱们分析分析看 哪个动作重要 先看前面句 他看了看表 然后看到现在是一点钟 我问大家 哪个动作重要 他看表重要 还是看到现在是一点钟 哪个信息重要 看表是次要的 看到现在是一点钟 这个信息重要 因为怎么是十三等于一 看见现在是几点 这个重要 然后爸顶出后半句 大钟敲了十三下之后 然后大钟停了 我问大家 敲了十三下 这个动作 跟大钟停了 哪个重要 他肯定是敲了十三下重要 他怎么是十三等于一 关键是敲几下 停他废 早晚得停 那不废话 所以这句话不好 为什么 你都是并列结构 不知道哪个重要 那么我们看看 在原文中 这个是怎么说的 咱们看十八页第六行的句子 十八页第六行 我们要突出什么 突出saw 还有突出这个struck 十八页第六行 你看这句子是怎么说的 looking at his word he saw that it was one o'clock but the bell struck thirteen times before it stopped 看到了吧 这个saw 看见 还有struck 是主句的微动词 而这个looking 变成非微动词 做壮语了 后面这个struck 在时间壮语 从句中了 我们看到是不是突出了 看到是一点钟 但大钟敲十三下 十三等于一 这关键信息突出了 这我们看到 这是好句子的 咱们看到以后造句子 我们也得考虑这个情况 不但要写的对 而且要写的好 因为写的对 是新更加二次的第一级要求 三次册要写的好 写的漂亮 写的精彩 这是我们的成绩 可以真正登堂入室的 那么当然这是逐语统一 咱们可以用这个 用什么壮语从句 什么非语的 如果逐语不同一 逐语不同一 可以用独立主文结构 来突出次要动作 把次要动作放到独立主文里面去 咱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先回顾 这是复习第六课讲过 独立主文结构 是with 这with可以去掉 然后加名词或名词短语 就是独立主文里面的逻辑主语 他自己 然后加费味动词 doing done 或to do 其中这个being 一般还有一个省略 这是独立主文结构 咱们看一个例子 he stopped running and sweat streamed down his face 他不跑步了 并且汗水顺着他的脸颊流淌了下来 这两个句子是并列关系 他不跑步了 汗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两句话逐语不同意 你如果按的连接 说明你要突出两个动作 是一样重要的 但是我们换一下 我们如果突出前面这个动作 就是我们先突出前面这个动作 我说他不跑步了 然后汗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是次要的 我这么说 你看他都不跑了 你看刚才跑了都不跑了 还在流汗 流汗还是流尿 我不关心 他不跑步了 我关心 那怎么办呢 好了 he stopped running 当做主具 把他当做主具胃动词 后面那个汗水顺着面旁流下来 是不是可以用独立主格就够了吧 因为他主意不同意了 独立主格就怎么办呢 可以加with也可以不加 逻辑主意是sweat stream是主动 用streaming就好了 he stopped running with sweat streaming down his face 他不跑步了 脸上流着汗水 那就好了 这个with有也行 没有也行 但是如果我们要突出 他不跑步了 脸上大汗汪洋 那汗滋滋的喷 在流汗 不跑步是次要 他脸上流汗水 好跟撒尿一样 对吧 那我滋滋喷 跟喷壶似的 那好 我要突出流汗 那我把前面 要变成独立主格结构 with加不加都行 但这时候加不加就有影响了 为什么呢 如果不加的话 我们用主格的he 如果加成with 我们要就近原则 这个he放在代 那个介词with后面 都换成bin格with him了 stop是主动 he stopping running sweat 注意当主句位动词 stream的一般过程是 down his face 但如果加with不行了 为什么 with是个介词 那么他后面那个主语 尽管是主语 但他毕竟跟在了介词后面 在介面端一动bin格 with him stopping running sweat stream down his face 说明流汗这个动作重要 他是这个句子主干 他不跑步了 是独立主格结构 这就好 记住怎么突出剧的重点 去一反三的多看一看 好 再回到剧中 看最后一句 The man let out a cry and jump back several pieces 这个男的大叫一声 大叫一声 然后蹦回好几步之远 这不是吓了一跳 是吓了好几跳 蹦蹦蹦蹦蹦蹦 倒退好几步 这个注意发出一声叫喊 let out let out专门表示 人发出叫喊声 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术语 let out发出叫喊声 let out cry let out scream 都行 只不过cry是大声叫喊 scream是尖叫声 这scream这个词 一般都是女孩子在叫 而且注意不要读scream 这个后面要着话 放get in 在那边 scream scream 当然本文中 这个茶店表 小的是个大老爷们 如果说啊 那把李沙兹又下了一道条 所以这个cry是用的对的 那发出一声叫喊 还能怎么说 utter a cry utter scream也行 这个utter 本身表示人说话 或人声带发声 都行 我们再读一下 utter utter 再快点啄话一下 utter utter 这个可以吧 还能用什么呢 回顾一下第十课 发出警报啊 什么命令啊 叫喊啊 露出微笑啊 用哪个词 用give也行 大家记得吗 the alarm had been given the order was given 等等等等 发出什么叫喊声啊 什么警报命令 可以用它 这是复习 咱们在这个这个 这个第十课讲过 然后蹦回了好几步远 When Mrs. Richards walked towards him He fled slamming the door behind him 当李查子太太朝他 走过去的时候 注意tours 就跟tou类似了 然后呢 he fled 他被吓跑了 这个 然后呢 伴随动作是 slamming the door behind him 用力 在身后摔上了门 slam 就用力摔门 这是一个伴随状语 为什么 你看 它两个动作 一个是跑了 一个是摔门 我们大家 吓跑了和摔门 在这里面 哪个动作重要 显然是被吓跑了重要 摔门是伴随的动作 关键是跑了 吓跑了 以为鬼在追他 这个意思 好 十三课是非常有趣的 一个小故事 但咱们重点 不是放在故事情节 关键要把这里面的知识点 完全消化吸收 把它吸收到体内 这个亚历山那 给咱们写的文章 就跟我们买了好多菜一样 但菜的营养出不来 李老师把这个菜摘干净 洗好了 切好了 炒熟了 而且加好足了特别美 这个美味的大餐 咱们放到 这在线可能让大家好好来吃 但是拿来大餐之后 出门 光当 多种土箱子了 没有人办这么傻的事 但是如果大家不复习的话 等于在办这个傻事 好的 营养丰富的东西要吸收到体内 慢慢消化吸收 吃饭容易 吃完之后 肠胃自动就吸收了 但我们学知识 要努力一遍一遍的消化复习 甚至牛马一样 还要反锄 从胃里翻上来再教一遍 说的挺噁 现在道理是这道理 希望大家反复复习 把知识点一定唠叨记住 好 第十三课 我们跟李老师就学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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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